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日浙江龙泉市狂风暴雨 导致车辆内积水进蛤蟆 风暴造成一些家庭受损 有居民被超强风吹到楼下 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仍将有强雷暴风雨 震雨可能达到40毫米短时 强降水 民众需注意安全防范灾害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